少女时代的所有八名成员都参加了他们的个人社交媒体账户,庆祝他们成立十一周年。 泰妍除了他前一天的甜蜜帖子,泰妍还发布了一个社交网故事,讲述了他唱着少女时代的Sailing 0805的歌词。 通过已经过去的季节,我们的记忆介于两者之间,以及那些记忆,我从第一次看到你的那天起就把它拿出来,一起航行到深夜。 对你来说,谁让黑暗的大海变成粉红色? Yuri Yuri分享了少女时代的几张照片,以及少女时代和SOME的标题,这是十一周年纪念日,会在一起待很长时间。 他分享了更多照片,并写道,为庆祝成立十一周年而赠送额外礼物。 GG4EVACING COLLECT YOUR PHOTO 夏娟与Yuri Yuri还在他的账户上张贴了照片,并写道,快乐的十一周年纪念,少女时代。 SOME非常感谢,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,让我们在未来继续一起。 他与其他一些成员,分享了额外的自拍照片,上面写着我们的成员, 她们太可爱了和少女时代。秀丁思义文在今年的个人粉丝会议活动中发布了剪辑,标题为了SOME生日快乐。 剪辑结尾处写着一条手写的信息,上面写着,在2018年,我能够通过思义捡到你。 照相馆和我的泰国粉丝见面会,这使得这一年非常特别,他们是珍贵的回忆,每一个人在我的脑海里依旧如此清晰,我希望将来有更多机会见面。 我们已经在一起工作了11年,让我们走了11年,我爱你。 SOME在她的社交网络室中,苏妍还分享和她演奏少女时代SALIN 0805的截图。 云儿余妍还分享了成员和少女时代11周年纪念日,这一标题的照片,祝贺少女时代和SOME,谢谢你,我爱你。 SOME分享了少女时代的视频片段和生日快乐11周年少女时代,虽然我们有时可能相聚甚远,但只要我们同心同梦并梦想同一个梦想,无论过了多少时间,其实你和我改变了一点,我也希望能够一起做梦。 您和你一起,谁成了我的愿望和信仰,无论过了多少时间,我都想和你一起永远梦想,谢谢,我爱你,永远。 SOME收录了来自少女时代的Forever的歌词,以表达她对SOME的感受。 Funny,Funny共享了少女时代的甜蜜照片,并写下了标题,对于我们爱的女孩的Demotion和SOME。 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11年了,恭喜,恭喜,在过去的11年中,我感激不尽并感到遗憾,让我们共同努力,广创未来更美好的日子。 我总是很感激你,我很自豪,对我们的少女时代和我们的BASO。